OK 大家好 我是Liu 那今天要來拍的就是 登登 月光水晶 嘿 今天我們要來拍的就是月光水晶的合成 然後我這次總共是準備了24隻的W蟲 非常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這一次的話呢 就是我們前兩支影片有提到了馬術蟲 那妖精蟲的話呢就已經沒有了 目前的話都只合得到馬術蟲 勝利 小馬 榮耀 然後剛看到不少人在投天上戒指啊 如果我們今天的馬術蟲的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們合成的狀況還不錯的話呢 我們下一支影片就改來拍天上的氣象 不然其實這一期我是沒有特別想抽啦 不過如果今天的狀況還不錯 說不定我們就有至今可以來抽蘋果了 OK 那我決定今天就在這個 非常簡陋的家 因為我沒什麼在用我的小屋啊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個非常簡陋的家 關著燈 躺在床上 來合這一次的月光水晶 OK 那我們一樣先定一個目標 我們今天的目標呢就是三隻的P蟲 好 那就直接GOGO 馬上先來第一波 我們S蟲留到後面好 我還沒有辦法那麼快接受低蟲的出現 好 我們先合娃娃魚好了 就讓這個粉紅色的娃娃娃魚跟綠色的娃娃娃魚好不好 然後這一次的低蟲也有變 這一次的低蟲我剛剛看是雪花蟲 塗鴉蟲 和櫻桃 我覺得這一次的低蟲實在蠻好看的 不過我還是不喜歡合到低蟲 OK 那今天的第一隻P蟲即將誕生 這一次就是馬術P蟲 好 沒事 我覺得出S蟲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要兩隻W變成P 各位也知道嘛 這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一次粉色加綠色 然後廢話不多說 直接GOGO 好 你看 這就是這一次新的S蟲和D蟲 就是雪花 之前的話雪花是W而已 不過那個 我覺得今天好像不太妙啊 然後我突然想到 各位仔細聽的話 合出S 合出D和合出P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音效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先把它拿下 這樣就不會馬上聽到了 好 一樣齁 我們前面開頭就都先用W加W來合 然後後面再來合S 來了 謝謝各位 怎麼全部都是S啊 好 沒關係 再來再來再來 第四次的W加W 不可能再P了 我這次就定著看 不可能再P了 雪花蟲是很好看 但是我突然覺得 是不是W加W要變P 是不是又更難了一點啊 我一定要合出一次W加W變P 一樣W加W 我們今天節奏超級快的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5隻S 好 那不然我們先來合一次S好了好不好 冰鳥加上企鵝 感覺都是能在極地生存的動物啊 拜託冰鳥不要下來 不要下來 真的 不要下來 拜託 跟著企鵝一起上去 冰鳥 不要下來 拜託 好 我現在把畫面遮住你們也看不到合出什麼 不過如果你們會聽聲音的話 應該會聽到 有沒有口哨聲 就代表他是不是P蟲 如果我是P蟲的話會有口哨聲 榮耀 三隻裡面我最喜歡 不過其實三隻都可以好不好 只要是P蟲三隻都可以 OK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隻P蟲 誕生 我跟各位說啊 因為 蘋果啊 然後什麼 時尚香美法 那個我已經抽得非常習慣 什麼幸運香潘朵啦 其實那個我都已經抽到就是 快爛掉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抽那個我 其實它力不會太大 不過抽這個 一隻W蟲要800塊 然後 如果我們合出一隻D 代表說我們是用三隻W蟲去合 8-3-24 只要看到一隻D 假設那隻D可以賣個200塊好了啦 非常精闢的 算你都會看喔 2400-200塊 等於是你只要看到一隻D 大概就是虧2000-2200塊 再加上這個其實我不常合 因為畢竟它不常販售嘛 所以其實合的次數沒有像蘋果啊 像一些常駐活動來的這麼多的情況下呢 這個 還沒有到說就是看到 暴死畫面會麻木的情況 蘋果100抽抽完其實暴死就就就就那樣嘛 對不對 因為已經習慣了 但是這個還沒有習慣 所以 特別緊張啊 等我們合久啦 不要不要 拜託不要麻木 不想要對每一個活動都麻木好不好 我希望 這是唯一一個讓我可以 不會麻木的活動好不好 兩隻W 讓我直接看到一隻P 這麼多W 至少要一次是WW變P嘛對不對 OK GO GO 謝謝各位 告訴我 是不是有口哨聲 謝謝 塗鴉咕咕 這應該是今天第一隻S的塗鴉蟲吧 現在有六隻S塗 九隻的W塗鴉 意思是呢 我們可以再合一次的W加W OK 那我們就再一次W加W 再來的話就只能都用W加S了 哇哦 好 拜託 至少 這一次 要出P了吧 總不可能六次W加W都變S吧 是吧 告訴我你會變P P P 好我們還是把希望寄託在 W加S好 拜託 不要讓我看到今天的第一隻D GOGO 拜託拜託 屁蟲 告訴我你們聽到口哨聲了 未熟透的櫻桃 OK 這是第一隻的D蟲 我怎麼感覺今天狀況不太OK啊 好那再來再來 真男人就直接看 GOGO 謝謝 機率是不是不太對勁啊 我覺得我們不能待在這裡 好OK 我們換來到市集 飯糰加上狐鴨蟲好不好 這什麼奇怪的組合 不管了不管了 第三次 拜託不要三隻D GOGO 拜託拜託 拜託 不要再給我D了 謝謝 啊 至少我們目前兩次 兩D兩P好不好 OK那這一次合出來的是彩虹小馬 然後這個小馬可以交易是因為 他上一個寵物W寵物是有用到剪刀的 對 所以他才變成是可以交易的 欸這樣子我們這一次的兩隻P都還沒重複耶 如果再來一個勝利的話 我們就直接湊一套了 拜託留我們今天說的目標三隻 差一隻好不好 這麼多隻就再合一隻的P就好 好來吧 再一隻P 就達成目標了 拜託 拜託 何出 P蟲謝謝 這上面有音效我要硬加音效進去 Shit 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 謝謝各位勝利 榮耀 小馬 我相信啊沒有任何事情 用小卡是不能夠解決的 決定再買六足 白鵲 發新的 沒有任何事情 可以 有 好 我相信 合成寵物就應該要到寵物公園 OK 我的天啊 其實這兩隻我們很早就合出來了 結果後面直接一個大BOSS 我決定用櫻桃加上小綠好不好 拜託 我們今天還沒有過兩隻W變成一隻P的紀錄 目前全部的兩隻W都是變成S 我相信這會是第一次 這會是今天的第一隻 兩隻W變成一隻P 謝謝各位 我相信我已經用不到那隻P了好不好 那隻P我已經用不到他 謝謝 我嚴重的懷疑這兩隻W是不是不會出P啊 奇怪了 我最不樂見的就是W加S啦 因為死去的機率極高啊 S加W 這應該會是這支影片最後 究竟是三隻P結束今天 還是兩P7D結束今天 準備好囉 今天的最後一RUN 3 2 1 拜託 拜託 合出一隻勝利 這樣子我們今天等於是合了三隻的P然後剛好是一隻勝利一隻榮耀和一隻小馬剛好抽一組 這一次加碼這一首這個魔法小卡是有用的吧 至少他是幫我完成了這傑出的一首 最後這個結局我覺得非常滿意 所以這一次的加碼呢我覺得是非常的有用處的 不過我還是建議各位啊就是如果真的要抽的話稍微衡量一下對 千萬不要像里歐這樣子衝動型消費好不好 跟各位說啊一時加碼一時爽一直加碼一時爽不是 一直加碼月底就吃土啦 OK那我們今天最後來做個總結 今天總共就是準備了23隻加上最後面的3隻W 26隻的W加上一隻的S總共27隻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好奇這一次合成到底虧還是虧 所以呢我們就來幫各位算一下 27隻呢總共就是21600塊 加上總共用了17顆月光水晶總共是850塊 加起來的話呢這一次成本就是22450塊 然後每一隻低叢呢我們非常樂觀的給他算200塊 那總共6隻低叢的話呢就是1200塊 所以呢我們22450減掉1200 這應該也算是理由我少數會那麼仔細去算虧 因為我其實還蠻好奇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話就是21250嘛 那最後總共是3隻的P蟲 因為我不知道目前P蟲的價格 所以呢我就除以3的話呢總共就是7083X3 OK所以就等於是我每一隻P蟲平均都是用7080塊合成出來的 那實際上市面上的販售呢 如果P蟲是低於7080我相信應該是低於的啦 那就代表說呢這一次的合成是比較不OK的 不過因為一次合出3隻剛好3隻就是一整組 勝利荣耀和小馬那感覺又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OK的 你看我現在心情跟剛剛10分鐘前連續4隻低叢的心情就不一樣了嘛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嘛加碼並不是一個錯錯在月底講不出錢而已好不好 OK那就簡單算給各位看 然後這支影片也順便合成了27隻 給各位看看機率是如何 那最後也歡迎各位在下面分享自己這一次月光水晶的合成究竟成果是如何 趕快在下面留言把你的成果分享給大家喔 OK那我是Rio如果希望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我的連續分享還有我的IG也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然後呢因為旅遊我剛剛合成的過程中啊 我看到非常多人在下面抽到天上戒指 所以呢應該還是會抽啦 OK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 我跟各位說啊這個月光水晶的合成就像是橘子每半年給各位的一個血統測驗